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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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本年度第二期的国会 继5月18日的一小时 让全世界消化的一小时国会之后 今天星期一本年度第二季度的国会要开始了 会开十来天 然后当然有重头戏 有最大的重头戏就是撤换议长的动力 当然在野党由马哈迪医生也再一次提成了 其实之前的动力没有撤销 但是马哈迪为了以防万一 他又提成了多一个动力 也是对慕尤丁的不信任动力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讲题 会不会有大龙凤的情况出现 今天因为是我一个人solo 所以我会把这个国会大龙凤分成几个阶段 几个讲题来讲 然后我们讲了 但是都是围绕在这个主题 国会的大龙凤之间 然后每一个小讲题讲完了之后 会休息一下 跟大家聊天 轻松一下 所以大家有问题要问 可以在直播间里面问 我们会点选几个问题来回答 然后跟大家互动 所以这个也是Live的目的 Live跟预录的直播 预录的影片不一样 就是我们可以跟大家互动 所以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我们一定会做 好 第一个国会大星期一开会 第一个要讲的就是 其实是很多人关心 很多人在谣传的 就是巫医 巫统跟医党 这个Muafakat National 他们会不会背后插刀木有钉 很多人对这个有疑惑 然后也有人特地在专业 我自己本身的专业来问我 来留言 说最近Muafakat National一直在开会 他们有没有什么内幕 有没有什么猫蜜 是不是要应对 要在背后插刀木有钉了 其实很多人会这样子认为 是有他的理由的 他的理由是什么 原因很简单 大家都想得到 就是因为巫统跟义党都不去 不怕大选 不管有没有闪电大选 是现在大选 三年后大选 他们都不怕 他们都不担心 因为他们的声势是在上涨的 补选也一直在赢 所以大选他们求之不得 有什么好处 第一可以抛弃这个后门政府的外号 因为毕竟他们是不经选举洗礼来执政的 这个在马来西亚历史上是头一招 国家层级 第一次这样子转变政府 没有经过选举的洗礼 这是头一招 他们可以抛弃这个不好的头衔 第二个原因 当然是他们可以一脚踢开木有钉跟土团 因为巫统 照现在的形势来看 巫统跟义党 他们最大的障碍是自己的议席谈判 要他们自己解决这个议席谈判的障碍 已经是很大的问题了 然后还要分配议席给土团的话 很明显这个是吃人说梦 是非常难做到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们 所以就会有这个阴谋论出来 很多人会认为乌医是要踢掉木有钉 原因就是这个 他们背后插刀促成闪电大选 就可以把木有钉给换走 而且最近我们有么姓 丰盛港的国会议员 柔佛的丰盛港 国会议员Abdullati 他就是从巫统跳过去的土团的议员 我们一直说土团里面有三大派系 现在跟大家重温一下三大派系 土团 现在的土团在分裂了之后 马哈迪五六个国会议员出去了之后 土团有三大派系 他的三大派系就是第一 是原生派 就是以木有钉为首 在大选的时候 以土团的旗帜 重选的土团原生派 就是土团自己伸出来的议员 靠自己的力量赢的议员 这是第一个部分 土团的第一个派系 第二个派系是土团 现在最大的派系 就是以哈尔赞努钉为首的 巫统跳槽过来的国会议员 他们在509是以巫统的执政的资源的旗帜的钱财的动员 他的竞选机器来重选的 所以这个是巫统派 然后第三派当然就是从阿兹敏过来的11个国会议员 是公正党派 所以现在的土团有三大柱子 原生派反而是土团里面最小的派系 最大的派系是巫统派系 然后阿兹敏就是巫统派系 从巫统跳过来的 所以阿兹敏他说了巫统 阿兹敏现在达拉固 达拉固的意思就是不畅销 没有人要 所以要接纳我们土团 让我们土团去竞选来推比销 其实阿兹敏他这样子说也是为了自保 因为Skama国会议 Mersink国会议席是巫统的 所以他讲这个达拉固就挑起了巫统的敏感线 我们没有叫你还回来 我们没有攻击你 你竟然先来攻击我 所以群起而攻 包括纳吉 包括乌清团长 尤其是在现在政府里面 没有分到官职的 比如乌清团长 他们当然是 这个政府对他们 他们没有分到利益 所以对他群起而攻 所以阿兹敏后来也道歉了 但是在这个背景之下 刚好国会要开 刚好巫医联盟开会 刚好现在慕尤丁他们 正说要散大选 然后要推出一个名单 之前我们有谈过的 就是上阵议席的名单 所以就有很多的谣传出来 所以一直强调 我们感觉很奇怪的一个东西 你看其实国盟内部 它的矛盾是很深的 国盟内部有很多的矛盾 国盟这个政府是非常的脆弱的 可是他为了政权 他竟然可以合作无间 尽量把这些非常大的矛盾 非常大的仇恨给压下来 一个刚成立的联盟都可以这样子做到 西盟合作了这么久 纳路土团 纳路马哈迪 大家都知道他们有个人的仇恨 个人的恩怨 可是你这样子两相比较一下就很明显 一方面知道政权的重要性 国盟政府知道政权的重要性 知道我们必须把政权拉在手中 拿在手中才能安枕无忧 另一方面却把个人的仇恨 个人的想法 个人的原则 放到比整个政权 比整个政治还要大 所以这个是最明显的一面 我刚才提到国盟政府之间 其实有很多仇恨 它的仇恨是什么 现在我们就分析一下给大家 第一个仇恨是慕尤丁跟纳吉 你想安华跟老马有仇恨 慕尤丁跟纳吉何尝没有仇恨 慕尤丁是巫统的熟离主席 巫统的第二号人物 而且他是经过巫统党选洗礼 来选上巫统熟离主席的 可是结果是什么 纳吉政府竟然排斥慕尤丁 给他做副首相 因为按照传统你是熟离主席 一定是副首相 可是却分给了他一个四等的教育部长 通常国防部长 内政部长 本来是慕尤丁的内政部长 也被拿走了 所以慕尤丁是很不满的 然后在YMDB事件 慕尤丁开枪炮打 开炮轰纳吉的时候 就被纳吉很无情的扫地 格出出乌通 非常无情的格出出乌通 所以慕尤丁本身对纳吉也有不满 也有对巫统也有不满 也有不开心的地方 也有仇恨的地方 这是第一个仇恨 第二个仇恨是什么 土团的巫统派系跟巫统 他们在争议席 因为他们的议席 本来就是巫统的 然后这些人在巫统 势力最弱的时候 可以共富贵 可是要共患难的时候 我们蒙难了 大选输了 在最彷徨无助的时候 这些人却大难临头各自飞 就离开了巫统去加入土团 加入土团 土团那时是执政党 巫统是反对党 还在那里说巫统的坏话 像阿杜拉迪讲的 达拉固在之前西蒙执政的时候 他们也讲了很多 巫统已经不一样了 巫统是一艘要沉的船 巫统是贪污腐败的政党 所以他们也讲了很多这些话 所以巫统本身对这些叛徒 肯定是不爽的 就像安华对阿兹敏 说他是叛徒 是一样的道理 像马哈迪说 莫尤丁是叛徒 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他们的仇恨 是一模一样的 当然还有第三个原因 就是阿兹敏的原因 阿兹敏跟整个国盟政府 是格格服务的 他20年来走的 都是多元走出路线 他的支持者 都是有华人 印度人 马来人 甚至是萨巴萨拉越的土著 都有 可是他现在加入土团 土团是一个马来种族主义政党 所以他变成格格服务 然后对他以前 一直火力强大抨击的对象 尤其是巫统 阿兹敏在过去 领导reformacy 安华在坐牢的时候 对巫统的抨击 对巫统的攻击 对巫统的批评 还会少吗 绝对不少 所以就是这样子 他们有仇恨 这三大仇恨都一直有在 可是他们的眼界很清楚 要把政权抓在手上 你才有其他的可以说 才可以保护自己的安全 才可以 你如果是我一直说 你搞政治的人 其实只有两种 一种是为了利益 一种是为了理想 利益跟理想 不管是为了利益 还是为了理想 还是为了保护自己 让自己不会受到对付 都要有政权 你要有理想 你想要改革国家 你想要国家进步 你没有政权 你就是说空话 你就是在车大炮 一点用处都没有 如果你是为了利益 你在在野党 肯定是没有利益 连选区破款都没有 执政党的利益 是非常多的 除了有选区破款 除了有政府资源的发放之外 还有各种各样的计划 还有关联公司的好处 所以是国盟非常清楚 知道这一点 所以我们回到刚才 一开始讲的问题 就是乌伊这几天 用Makfakat National开会 是不是要背后插刀 慕尤丁 很多人来问我意见 我的答案都是一样的 我不认为星期一 乌伊会跳出来 插慕尤丁的刀 来推翻慕尤丁 为什么 因为道理很简单 最后还是为了政权 因为你跳出来 捅慕尤丁一刀 不支持慕尤丁 让他的换议长的动议 不通过 刮这个政府的脸面 第一 你也是刮自己的脸面 因为你也是政府的议员 第二 最重要的一点 第二 即便给你成功了 慕尤丁的动议 不通过 那就代表是闪电大选吗 并不是 等于你一背叛慕尤丁 就马上会闪电大选 你说乌伊要闪电大选 这是他们的目的 可是你背叛慕尤丁 你马上可以换来闪电大选吗 不一定对不对 因为 要不要大选的权利 是在首相首相 首相他可以 政府掌控之下 他通过另一个东西 我们再来临时选 替代的首相 在国会来直接 看国会拿你一个是最大党 所以慕尤丁 你这样子去逼他 去逼虎跳墙 还是逼狗入墙 入穷巷 你说他是老虎也好 是狗也好 你不知道他会做什么 你都跟他撕破脸了 他哪里还会顺你的意 来就给你们解散 所以你这个是叫搬石头 来砸自己脚的行为 所以我不认为 巫统跟伊当 会这样子做 我并不认为 这样子发生的可能性 并没有那么大 因为权力才是最重要的 现在巫统掌握着权力 而且这个时间点 如换政府 即便他们有很大的 我们说投票了 闪电大选 即便巫医有很大的胜算 但是他终究是一个变数 在很多案子还没有解决 的情况之下 你现在就抛弃 稳稳拿在手中的权力 其实是很不明智的情况 所以巫统跟伊党 如果聪明的话 我相信他们绝对 不会这样子做 所以这个可能性是不大的 好 我们讲了10分钟 现在就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大家给我一点时间 我把直播打开 直播打开 现在第一个小讲题 我们讲完了 等一下我们会进入第二个讲题 就是换议长的情况 然后讲一下议长这个人选 现在破400人了 谢谢大家 其实我看不到人数 因为这个直播不是我开的 但是在我本身的专业 就是翱翔天际的专业 跟iLifePost爱生活的专业 都有重复直播 所以我现在要打开这个专业 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大家记得帮忙点赞 分享出去 邀请更多独友来看 邀请独友们来支持我们这个直播 大家等一下我打开 然后跟大家聊天一下 我们就进入第二个讲题 好我已经打开了 大家可以开始留言 有什么问题要问的 我们聊天一下 龙哥不在 其实这个是龙哥的强项 毕竟龙哥是DJ 像龙哥那天就一个一个读子 留言 所以风格不一样 我跟他的风格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所以我现在尝试用龙哥的风格 因为我们毕竟是要轻松谈时事 不要太拘泥形式 不要太正经 是我还在办公室 我看到有人问 在办公室直播 因为九点的直播 如果我在家 我儿子会改交 大家晚上好 我看到有很多朋友 Lily Wong Maggie Choi 然后Chu YS Wong 伟兵 大家都有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然后我们现在看 有没有留言 有什么留言 我也开一下 阿姿哈为什么辞职 是很有自信吗 等一下 接下来我们会讲到 我们今天的直播 大概是一个小时 所以大家赶快转发出去 邀请更多的人进来 然后点赞这个直播 记得两边 最主要当然是我们的主场 iLifeHorse 爱生活的直播 要点赞 可以的话 多留言 多转发 多邀请出去 我看到有人说 宏大你的专业没有 大家给我一点时间 我去看一下 我专业的情况 大家先留言 底下我会拉上去看 对 我看到有读友说 谈谈新加坡政治和大选 本来今天我们要 谈新加坡的大选的 可是 突然新加坡政府 延长了投票的时间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威权 政府厉害 要换时间就换时间 其实这个是引人诟病的地方 引人诟病 当然他会有理由来说 他 他会有理由来解释 为什么他突然要延长这个时间 但是事实上 都不是 这都不是一个应该 应该这样子发生的事情 又不是什么 现在的人 如果你一开始就发布还好 你这样子 last minute来发布 很可能会让大家觉得 是不是有什么危机 是不是有什么茅密 记得一句话 justice justice must not only be done must also seem to be done 正义不只是要做到 而且是要被看到 所以这样子突然来延长投票的时间 肯定是违反程序正义的 我现在尝试 对我的专业没有发到 所以人数一直上不来 不好意思 我们的平台少了一个 现在 大家看到了吗 大家看到了吗 帮忙转发一下 我们等多一下给大家留言 我们就开始 进入第二阶段的讲题 我们这个直播会讲一个小时 会讲一个小时 不会太长的时间 所以大家要赶快帮忙充人数 我先把直播转发出去 我看现在有了吗 如果不是独有告诉我 我都不知道原来直播并没有开到 现在已经有500人了 谢谢大家 所以其实如果 一个平台跟两个平台 一起做的差距还是有的了 我们大家记得 现在才进来的独有 记得帮我分享 转发这个直播 我们现在要进入第二个讲题了 先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新加坡反对党很不满意 当然像我刚才说 这个绝对是违反程序正义的 而且越高 我昨天有一个直播专讲新加坡选举 那是我个人的直播 我们就提一下就好 越高的投票率对执政党是越好的 是越好的 因为新加坡的人口比例 老年人中老年人的比例是非常大的 所以当你拉 而且新加坡是强制投票制度 所有公民都必须投票 如果你不投票 你会剥夺选民资格 然后会被没有合理的理由 你会被罚款 所以他突然这样子拉长 绝对是对执政党是一件有利的事情 所以我刚才说 很可能会让人觉得有猫腻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可能新加坡政府是真的为人民着想 还有很多人在排队我们关起门来不好 可是法律就是法律 说了几点就是几点 你临时来这样子换 是不符合程序正义的 而且又不是在什么大天灾大人祸的情况之下 我们看一下台湾的 总统大选的时候 也有这样子的情况 他们一边在开票 一边在开票 因为当时他们有领公投 有好几个选举一起来进行 所以时间也被拉长了 就变成还有些人在排队 他临时决定让还在排队的人 虽然时间到了 但我还是让你们投票 就这样子 很多人其实是一边看着开票 一边看着 一边在投票 在等着投票 所以这是一个 非常引人诟病的事情 现在已经600人了 好 人多讲起来也比较起敬 谢谢大家 大家记得帮忙转发 帮忙转发分享出去 吸引更多的独有来看 宏大你让我很乱都不懂 现在是你的专业还是哪个 我刚才也没有注意到没有发到我的专业 所以幸好刚才有独有说 现在接近700人了 谢谢大家 两边都有直播 因为主要的直播平台 是我们的iLifePost 爱生活 就是新生活报的专业 大家记得点赞支持这个新生活报的专业 然后在新生活报开了直播之后 它会交叉发布给我的专业 所以我刚刚以为已经交叉发布了 可是独有说没有 我现在才发布 所以现在在我的专业也可以看到 两个直播是同步的 人数是会算在一起的 所以我开了之后 人数也显著的上升 已经上升了一倍了 但是留言是分开的 你在我本身的专业 跟在iLifePost的专业留言 是不会混合在一起 所以我现在就是用两只手机 一边开iLifePost的 一边开我的 这样子就可以看到大家的留言 有一位读友 陈崇安 一位读者 谢谢你 他是share 他有帮我们分享 所以大家要帮忙分享 拿到share这个头衔 他说老马和沙菲一组成新联盟 老马又有新花样 不要同西盟连线了 这个底下有机会 我们的直播是一个小时 如果我们讲完国会了 还有时间我们再讲 如果没时间 可能我们下期再讲了 陈崇安大哥 不好意思 好 我们现在的人数起来了 快800人了 欧姆也来了 现在我们进第二个讲题 就是 刚刚我们讲了几个重要的东西 第一 普团里面的派系 第二 第二 国盟里面的轻扎 轻扎 轻扎 他们的仇恨 第三 巫医会不会联手 来背后插木有丁的刀 在星期一的国会 我的答案是不是 所以刚才有分析给大家 为什么我认为不会 他们不会 在星期一 去插木有丁的刀 现在市场都在谣传这件事情 因为Muffer Card又开会了 然后他们又一直在骂土团的 Machine国会议员 从巫统跳过去的 所以很多人说 巫统一党 不要跟土团玩了 他们宁愿大选 自己执政 所以星期一会背后插木有丁的刀 我刚才分析了 我认为不会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为你背后插木有丁的刀 变数实在太大的 不代表你插木有丁的刀 你就可以拿到你要的东西 你就可以大选 变数实在太大的 求在木有丁的脚架 他不一定要去禁见解散 而且当你公然去违反他的时候 你是逼走他 你是逼走木有丁 这个就是跟当时 西蒙倒台的情况是一样的 西蒙为什么会倒台 最主要的原因 像阿兹敏会跳出来 最主要的原因是 他怕安华当首相 所以当安华一直在 要交棒的界线 越来越靠近的时候 阿兹敏这个派系就会急 然后2月21号 老马跟安华谈好了 我们把我们的交棒争议 推迟到11月 11月我会辞职 你能不能上市 看你自己的问题了 亚太峰会之后 阿兹敏就着急啊 因为如果他们两个和谈了 不再对交棒有任何争议 那安华就可以腾出双手 来打阿兹敏 来对付阿兹敏 所以阿兹敏当时就是被逼着 跳出来去硬逼老马上马 他们一开始已经签了 宣誓书是要支持老马做首相 他们要利用这个宣誓书 来逼老马上马 城桥兵变 这个是我当时写文章说的 可是现在我们发展来看 马哈迪宁愿不要做首相 他也不要加入到这个政府之中 他不能接受巫统 不能接受的原因 我们也分析过 因为他不想变成登顾拉扎利亚 出来创党 然后又解散自己的党回去 因为土团跟巫统合作 唯一的结果就是被巫统吞掉了 我们上次也有讲到 所以他不想要回去 他不想他自己的 最后晚年几年的心血 这个土团党被团灭 所以他不能够接受 巫统与党派的形式合作 这个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所以现在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 如果巫统跟伊党突然在背后 在国会公然插刀 慕尤丁的话 他们是把慕尤丁逼走 主导权 主控权 球是在慕尤丁的脚下 所以不一定会有 会有闪电大选 所以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子做 是非常非常的愚笨的 把手中的小鸟放走 去抓草丛里的小鸟 英文谚语有一句话是这样子的 丢掉手中的鸟 去抓 丛林里面的鸟 其实是很愚笨的 你不一定会抓得到 所以刚才分析的就是这个情况 现在九百多人了 谢谢大家 我们现在要进入第二个讲题 就是关于换议长的情况 因为今天的主题是国会大龙凤 国会大龙凤最主要的原因 除了刚才我们说的第一点 乌伊会不会背叛慕尤丁 第二个最主要 国会会有大龙凤的情况 就是换议长会不会成功 如果换议长成功 就表示慕尤丁已经有足够的议员支持 所以你的不信任动议是无需再投票的 他有绝对的理由 可以不让你的不信任动议再推开 完全不需要辩论 完全不需要投票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慕尤丁他换议长 除了是表示自己有足够的选票之外 第二个原因是议长 如果是自己定立的人选 你看现在国会最主要的观察点是什么 换议长动议 如果没有换议长动议之下 全国人民看的焦点会是什么 是不信任动议 所以当不信任动议存在的时候 主控权就抄在了议长的手中 议长在议会的权利是 他甚至他可以直接进出任何的国会议员 他可以做出这个决定 然后进出国会议员 议长就是国会里面最大的一锤定音的人 所以他只要把议长牢牢的抓进手中 他就可以挫败任何阴谋 也可以在自己优势之下 因为表决的时间是看议长的时间线来走 议长其实要来 所以他可以趁西蒙人不够的时候 来突击来投票 这个在国阵时代 在西蒙时代都经常会发生 都经常有发生的事情 这个就是议长握在手中的好处 所以我们说慕尤丁把焦点拉回来自己的手上 从被动换回主动 这招是非常厉害 非常高明的 我们称之为釜底抽薪 36纪的第19纪 福底抽薪 什么是福底抽薪 福就是煮饭的锅 如果一个煮饭的锅在烧着 你要怎样让他冷却下来 当然最快的方法就是把下面的柴火拿走 心就是柴火 所以慕尤丁 他不去针对你的不信任动议 他也不必去拉人 他换议长 把整个议题的主动权拿过来 只要换议长能够成功 就意味着他可以安稳 渡过余下的情况 大权在握 除非国盟分裂 除非像西蒙这样子的情况 西蒙掌握议长 可是为什么最后倒台 是他们自己内部分裂 所以国盟内部没有分裂 掌握议长 他就不怕外来的挑战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所以刚刚就有独有在问 阿哈润就是阿兹哈 现在的选委会主席 当然他已经辞职了 因为他要当议长 为什么他作为西蒙提名的人选 清西蒙的人选 会被慕尤丁提名 这是第一点 慕尤丁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药 第二点是阿兹哈 明明是开明改革派的代表 声望形象一直都很好 也没有在国阵时代 有参与到国阵的政策里面 他是著名的律师 在西蒙执政之后 才被阎缆进入选委会 所以阿兹哈又是什么盘算 为什么他会接受慕尤丁的推荐 所以我们分成两个部分来讲 现在就讲第一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慕尤丁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为什么提名西蒙的人选阿兹哈 其实我跟你说 这个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手段 慕尤丁他深深知道 如果他让Azalina Oman 就是国盟本来属意的议长人选 在三月的时候 国盟刚变天成功的时候 国盟政府就谣传要换议长 当时要换议长的人选 新议长是谁 Azalina 就是以前的法律部长 柔佛的国会议员 比较男性化打扮的国会议员 以前做过法律部长 所以慕尤丁深深知道 如果我推出Azalina 就是相当于一个完全的不信任动力 其实跟不信任动力是没有差别的 因为你支持Azalina 就是支持国盟政府 你支持我们现在的议长 就是支持西门政府 前法官 明治我突然一时想不起 现在记性不是很好 所以他变成一个黑白对立 非黑即白完全对立的情况 这样子对慕尤丁是不利的 因为两者的优势太接近 113对109 太过接近了 巫统跟伊党要不支持慕尤丁 根本都不需要投票 根本不需要玩爷 不需要跳槽 他们只要趁投票的时候 去上厕所 去外面接电话 或者说我肚子痛 去医院生病 不要来开会就可以了 实在是太接近了 所以这样敌我分明的立场 慕尤丁的奉献实在是太大了 而且可以让西门集结起来 他们绝对不可能会支持Azalina 这个巫统的国会议员 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慕尤丁他的厉害 就取决于这一点 他不要赢到晚 他可以只赢50% 所以他推出了一个折中人选 这个折中人选 就是你们西门自己的人 我现在要换的是开明派的人 是你们西门自己的人 你有什么理由不支持呢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西门 有些人会可以接受Azhar 因为Azhar的形象很好 他在选委会论上 也没有什么争议 做得很公正很公平 而且Azhar像我说 他在变天之前 完全没有参与到政府行政里面 他是一个著名的人权律师 然后是一个著名的政府的批评者 非常的著名 所以他被沿染在西门政府里面 证明什么 他跟西门的私交是有在的 有很多的朋友 跟西门是好朋友的 所以慕尤丁这样子 退一步 我不要赢100% 退Azharina 奥曼出来 我赢就赢100% 输也输100% 所以他不要直接下这个赌注 他就退而求其次 推出折中人选 希望这个折中人选 可以拉到一点西门的票 可以让西门混淆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心理单数 只要可以拉到三四票 四五票 个人有私交的 第一 一定有 至少有10来20个 是跟Azhar本身认识的 跟Azhar关系很好 像宁可敏 他被采访 他都说他跟Azhar是朋友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是可以拉到认为 给Azhar做也不错 他也是法律背景出身 他也符合这个资格 然后他做选委会的主席 也做得很好 所以我们支持他 没有问题 倒不如就支持他 所以你看 多了两个成功的助力 所以慕尤丁 他可以成功换议长的机会 就大增 这个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心理战 跟抛出闪电大选 这个议题是一模一样的 闪电大选也是一个心理战 要西蒙认为你们换政府 就是你们再来换政府 就是一排两散 最多我死 你也死 让别人得利 所以你看有一些 比较愚笨的西蒙支持者 他们会接受说 既然慕尤丁要一排两散的 那倒不如我们不换政府 市面上真的有这些 比较愚笨的思维 我说比较愚笨 因为真的就是笨 他踏入了慕尤丁的陷阱 而不支持 这是非常愚蠢的 而且你作为政党 民主政党你有什么好怕大选 况且你现在大选 远远比三年后来大选还好 至少他们还没有谈好 议席谈判 至少他们贸合审理 至少他们对政府的掌握 才三四个月 势力还没有变极成成面面 所以他增加了慕尤丁的胜算 像我说 只要慕尤丁通过了换议长 那他就可以公告天下 他掌握政府 掌握舆论权 他就可以掌握公告天下 你看我是有足够的议员支持的 现在我提名的议长人权 已经过关了 所以这是第一个 慕尤丁葫芦里卖的药 心理战术 然后不要赢完 折中人选来提高自己的战术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 他把自己想要的主要人选 换成次要人选 Azalina变成了副议长 我们不要忘记 现任的副议长还有一位 除了尼可敏之外 尼可敏会被替换 他的替代人选是Azalina 另一位就是现在的副议长 Muhammad Rashid 他本来也是西蒙的公正党的议员 跟着Azalina跳槽 来到了国门政府 所以如果这个换议长的动议 通过了之后 刚刚我们讲的第一点是 加重的合法性 慕尤丁有了执政的合法性 之外你的不信任动议 完全没有任何基础了 之外第二个好处就是 你看三个人可以主持议会 议长副议长副议长 两位副议长 现在就有两位副议长 是在他手中 议长跟副议长的权利 是一模一样的 如果你看议会场会 是一模一样的 只要议长没有主持会议 不能主持会议 就由副议长来代行议长的资格 所以我们往国会一直以来的惯例 都是轮流 不然太老累了 议长 副议长轮流 所以当你换上了 阿扎里纳跟他上去了之后 加上拉希 你是二比一的情况 所以不管怎么样 即便阿扎哈真的不是我的人选 阿扎哈突然他骗我 他骗慕尤丁 他胜了之后 他还是反我 他还是接纳不信任动力 这些 我还有两张王牌夹在手上 这两张王牌就是副议长 副议长也可以代行 代主持会议的权利 所以这个是慕尤丁这层考 这个葫芦里 第二个卖的药 第二个考量的点 还有第三点 第三点是什么 就是像我刚才讲的 即便我们当阿扎哈 底下阿扎哈为什么会接受 阿扎哈的盘算是什么 我们会在第三个讲 底下 现在先讲慕尤丁 我们就当阿扎哈是骗慕尤丁的 因为慕尤丁会提名阿扎哈 肯定是跟阿扎哈谈过 他跟阿扎哈说 你不可以烦我 你是我的人 阿扎哈接受了 最坏 对慕尤丁最坏的情况是什么 阿扎哈是骗他的 是耍他的 他胜了议长之后 他还是清西蒙 还是要帮西蒙来推翻慕尤丁 好吧 我们就当这样子的情况发生 这样子的情况发生 对慕尤丁有损失吗 慕尤丁并没有什么损失 因为他本来的议长 就是反他的 就是西蒙的 现在的议长 本来就是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他不止没有任何的损失 反而他有得到好处 好处就是我开头前面两个 他已经先得到了合法性 只要议长通过 就算议长之后再反他 他先得到合法性 先得到了舆论高度 说我是有足够议员支持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两个副议长人选 抓在自己的手中 可以主持议会 所以他不止没有损失 反而有好处 这个就是慕尤丁 葫芦里卖的三个药 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其实想到白就是这样子 所以像我所说的 不管怎么样 西蒙绝对不可以给这个 心理战术给影响到 不要以为我们换了 反正他也是我们的人 不如我们就换 你一换你就万劫不顾了 因为你给慕尤丁 拿去了主动权 他有道德制高点 你说我是后门政府 现在不能够成立了 马哈迪一直说 在变天那天是 慕尤丁没有足够的人数的 马哈迪到现在还说 他说现在也是 在五月的时候 马哈迪也说 整个西蒙 整个在野党 最强力抨击后门政府的 就是老马 所以老马一直都抓住这点 慕尤丁是没有足够的人数的 所以只要他一掌一换成功 就相当于是一个信任东西 他可以一次过打翻 这些语论 所以我们刚才说 慕尤丁他非常的聪明 其实慕尤丁的聪明 就折射出西蒙有多么的笨 像西蒙他们现在还推不出 我们插一下 讲一下西蒙来加插一下 到现在还推不出一个首相人权 还不能够统一战线 到底在星期一要不要换议长 都还没有统一战线出来 因为他们连最基本的问题 到底有谁来领头在野政线 都还不能解决 所以我一直说公正党 因为你看五大在野司令 除了公正党之外 大家都是很明白 跟国盟是四不两立 不共戴天的 马哈迪 Safi'i Masabu的诚信党 跟林冠英的行动党 是不共戴天的 是不可能跟他们合作的 如果很多人说 马哈迪会跟国盟合作 如果马哈迪跟国盟合作 看过你现在要叫马哈迪 杨阿玛 不是YB 是YAB 因为他还是首相 他连首相都不要了 连儿子的几打州政权都不要了 你竟然还说他会清西蒙 这是很愚蠢的话 一直在摇摆不定的是安华 你看安华对马哈迪的炮火 远远超过对慕尤丁的 他每一次直播 真正抨击的人是马哈迪 而不是慕尤丁 然后安华又摇摆不定 你看他推出了影子内阁 就是国会发言人 他推出这个国会发言人的意思是什么 影子内阁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我已经接受你们执政的事实 所以我们来监督你 我们派每一个人去监督你 部长的行为 潜台词就是他已经 接受了 他已经自认是在野党了 他已经不要这个政权了 所以关键是安华 而安华的公正党 关键是安华跟公正党 而公正党一直摇摆不定 是因为他们认为 只有安华当首相 我们才要换政府 如果安华不当首相 我们就不要换政府 这个情况是什么情况 跟慕尤丁刚才相反 我说如果慕尤丁 推Azalina Oman出来选议长 他就是豪赌 赢要赢100 输要输100 赢就赢 输就输 没有中间地带 而他推了 阿哈润出来 他就有退了一步 他输 也没有关系 你们拒绝的是你们的议长 也换回你们自己的议长 他赢 他不需要赢到完 他只要增加自己的胜算 赢50% 我们先渡过这个难关 是可以的 安华的情况就是这样 我赢要赢100% 安华跟公正党 我们换政府一定要换100% 由安华做首相 如果只是换90% 80% 我们可以拿到副部长 副首相 可以拿到很多的部长 关键的部长之外 但是让沙比尼或者是马哈迪 来做首相 我们不能接受 所以 这个就是我说的愚蠢地方 慕尤丁的高明跟安华公正党的低能 非常强烈的对比 我们扯开了 因为刚好讲到这个赢100%的东西 我们就现在讲 就假差进来讲一下 现在有1500人了 破了我们上一次 新生活报直播的记录 谢谢大家 大家记得帮忙转发点赞 现在进来的独有 记得帮iLifePost 就是新生爱生活 新生活报的专业点赞推广 也记得点赞我们这个video 我们现在跟大家聊天一下 我把直播 两个直播来看 有读有问 现在马哈迪说 跟沙比尼组成另外一个联盟 另外一个阵线 等一下有时间我们会讲 但现在看应该是没有什么时间 我们的直播应该开一个小时 粗一点 不要开的太长 这个是我们的传统 今天也介绍一下 现在大家在看的这个直播 并不是我宏伟祥律师 翱翔天记自己的直播 这个直播的主办方 是我们的新生活报的专业 爱生活专业 所以他邀请我 还有另一位主讲人 是龙哥 龙耀福 著名的DJ 著名的时事评论员 但他今天有事 所以就由我自己solo 我们的每个星期五晚上九点就会有这个震惊 800Facebook live 会讲一些最热的时事 由主片来决定 然后就由我们两个来讲 像今天我们主要的主题是讲国会的大陆坡 刚才已经讲了讲完两个讲题了 如果刚进来的朋友 尤其是刚才一开始我忘了 CrossPost去我的PatchUp 变成直播人数 很多人没有进到来 在我的PatchUp里等 所以也不好意思 前面第一part没有看到 大家可以看回中国 现在才进来的朋友 记得帮忙点赞 帮忙转发 谢谢大家 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没有什么人问问题 John Jeff说 希盟只想做反对党 这是很可悲的事情 搞政治就是为了政权 不管你是为了理想 为了利益 只有拿到政权 你才可以把你的理想当成现实 不然你永远都是在白日做梦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如果你是为了利益 当然如果为了利益 我们也不要支持他 但是确实很多人参政是为了利益 你要有利益 你当然也需要执政权 有独有可能会想 不用啊 我不用执政权 我们可以私底下跟对方合作 私底下哪好处吗 但是你不要忘了 你这样子私底下哪好处 是你被人抓着景象的情况 所以很多人怀疑安华 是不是跟慕友丁友台底下合作 我们不是安华的回从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只能分析他的行为 说他这个行为是非常非常的愚蠢 就是这样子 好 现在我们 我看没有什么独有问问题 没有什么独有问问题 Rason说你有考虑去从政吗 没有啦 没有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 没有从政 我宁愿当大家的分析员 大家的评论员 写写文章跟大家聊天 像我们的华哥 华哥其实是不是我的朋友 那个一起做慈善的华哥 是我们新生活报的主片 华哥就是他邀请我来的 谢谢他的邀请 所以谢谢华哥邀请 给我这个平台来跟大家 接触大家来聊天 我宁愿这样子 参政要抛弃自己的原则 这是我一直强调的 党派政治之下 是必须抛弃原则的 因为你要跟党的立场 不可能永远你的立场 跟党的立场都是一致的 不可能 因为党是有很多人 集结起来 就是很多人的想法 大多数人的想法 而这大多数人的想法 是千百种千万种课题 跟我个人的想法 个人的原则肯定会有一两个 或者是有时会有很多有冲突 当然我们如果要 我们人要参政 当然会找最符合自己理想 自己想法的政党 但不管多符合自己的想法 你都还是会有冲突的情况 所以必然会有抛弃原则的情况 所以没有想过 而且我的性格也不适合总政 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会得罪人 政治是不能这样子的 政治就是看关系 看你怎样去拍马屁 老实说你要怎样 从下面拍到上面 你要让上层的人喜欢你 你除了要有能力之外 当然能力非常重要 但是你拍马屁的能力也非常重要 不然你有多有能力 像李灵泰为什么黯然隐退 就是因为跟 所以你跟你的党领导层不合 让你的党领导层不喜欢你 你不管多有能力 多有才华的人 你都是不能上去的 所以这也不符合我的性格 你看我们的直播都是 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从来 谁都给我骂过了 林冠领我骂过 纳吉我骂过 慕尤丁我骂过 马哈迪我骂过 沙菲尔好像还没有骂过 因为沙菲尔距离我们比较远 可是西马 所有的主流人物 全部都给我骂过了 我要怎样去参政 马华跟比云说 马华明镇 明镇我是直接把他当弟弟 明镇是没有的救了的 很多人叫我评论明镇 但我觉得是浪费时间 明镇是没有的救了的 他们还在那里钻营 还在那里见缝插针 还在那里 想要攀上全力的列车 是没有可能的情况的 红大壮你看 换议长动议会成功吗 这个是等一下我们会说的 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 既然已经有独有问了 很多独有在问 红大壮你看 换议长动议会成功吗 我们现在就进入 我们大拢凤的讲题 就是要谈换议长动议会不会成功 在那之前我们先谈 阿兹哈的想法 阿兹哈润的想法 为什么他会接受 慕尤丁的提名 他的盘算是什么 阿兹哈润 他从加入政治里面 他当官之前 是绝对的开明派 绝对的改革派 然后他在选委会里面 跟阿兹哈润 我马大的大学副教授 合作五间 也做了很多的改革 包括 18岁选民的 这个行动 包括他们有 成立一个委员会去研究 怎样让选区 划分 公平一些 不会有 像普特加亚两万人 然后像干巴 像吉隆坡的一些 十几万人 这样子是不公平的 一人一票的意义 已经没有了 一个国会选区 两万人选一个议员 18万的国会选区 也选一个国会议员 所以比例差得太远了 差了九倍 所以他们一直都有 在做这些改革 所以 他是一个 我们可以说是有理想 真正想要做事的 这也是为什么 就是我现在要告诉大家的 为什么他会接受 慕友丁的邀请 来做国盟政党的意义人选 大家记得我说的吗 任何有理想的人 参政的人 如果他是为了理想 或者是为了利益 他都需要有权势 所以第一 阿兹哈 他想要做一点事情 他是有理想的人 这是no doubt 但是他有没有变 我们现在不知道了 但是从他以前 到现在这个点 我们以他过往的行为来看 他都是一个有理想的人 想要做一点事情的人 他才会加入到政府里面 所以第一个诱因 当然是这个政府 给他机会去做 所以我可以打包单 慕友丁找阿兹哈谈 慕友丁肯定是开出条件 给阿兹哈说 你想要做议会改革 你想要议会独立 我给你放手去做 你放心 you have me I will with you 我会跟你站在一起 但是我只有一个条件 你做改革 做什么 我不会 不会去阻碍你 像慕友丁也说 他要国会议员申报 要国会议员连政 这些场面话 慕友丁也一直都有说 所以他会跟阿兹哈说 当然慕友丁是不是真心这样子说 我们不管了 但是我跟大家打包单 他一定是跟阿兹哈说 我会给你去做改革的权利 我只有一个条件 你不要怀我 你要知道你是我们国盟的议长 所以我们给你权利 我们给你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但唯一一个顶线是你不要怀我 所以这是阿兹哈 为什么会接受的第一个原因 我们从理想 讲完了第一个原因之后 第二个原因讲的 就是我刚才说的第二个情况 参政离不开两个东西 一个是理想 一个是利益 而第二个原因 正正好就是利益 利益 我这边说的利益 并不是说阿兹哈被收买了 阿兹哈 慕友丁给阿兹哈 Project 阿兹哈给一大笔钱 并不是 这个利益体现的是什么 阿兹哈是升级了 他从选委会 一个政府机构 选委会其实只是一个政府机构 的部门首长 比如就是一个部长这样子的情况 他现在升级到我国三权分立 其中一个立法的老大 国会的议长 就相当于从部长 或者是副部长 升级到首相的位置 国会议长的地位 是跟首相 在三权分立制度底下 名义上是跟首相平等 跟联邦法院大法官是平等的 三权分立的三个头 所以对阿兹哈而言 这是光中药主的一个机会 一个大升迁 所以很少人可以拒绝这个优惑 尤其是有理想的情况 对方还给你说这些条件 所以我敢跟大家打包担 我不敢说阿兹哈会不会变 但是慕尤丁去说服他 一定是用这两手策略 一个是利益 我给你升职 你现在不辞职 我们的选委会主席 也是在帮我做工 你换一个岗位 做议长 给你更大的权力 给你更大的身份 去做你要的改革 不是更好吗 对你有什么差别 所以对阿兹哈本人 是没有差别 而且还是有好处 他可以有更大的平台 有更大的利益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阿兹哈会接受的原因 很多人说阿兹哈 是因为被收买了什么 我分析给大家 如果你很多人一根筋 看事情太过于表面的 认为只要我站在对方那里 我接受对方的提名 我跟对方合作 就是被收买的 没有想到 其实有互惠互利的情况 没有想到 有其他方方面面的因素 所以我并不认为 阿兹哈是真的被收买 而是因为我刚才所说的 慕尤丁给他理想 然后还有用这个利益 来诱惑他 来让他跳出来 做一场的人先 这样子的策略 再一次显现出了 慕尤丁政府的高明 我在三月慕尤丁 做首相的时候 当时很多人说慕尤丁 看起来就是一个 没有才能的人 有些人说他长相比较原始 是一个没有才能的人 甚至整个马来西亚 当时很多人都在传慕尤丁 连英文都不会怎样代表 马来西亚 怎样去 我当时就说 你们错了 慕尤丁可以在 龙蛇混杂 三头并力的柔佛 当上周武大臣 柔佛是巫统的发源地 不止很多实力派 不止很多山头 而且还有 势力最大的苏丹 全马来西亚 最有权势 最有威望 最有影响力 最有钱的苏丹 在掌控着 而慕尤丁可以在这样子 竞争激烈的地方 脱颖而出 他肯定是有 两把刷子在里面 所以我一直说 我三月 二月尾政变的时候 慕尤丁脱颖而出 我就说了 你们不要看小慕尤丁 慕尤丁是一个 很深层的人 现在我们也证明了这一点 然后我当时也有驳斥 很多人说慕尤丁 连英文都不会 其实不是 现在大家也已经知道了 我现在来讲 大家可能觉得我马虎炮 可是你可以看回之前 我是二月尾的时候 直接驳斥这些谣言 为什么现在大家会知道 因为老慕 我叫他老慕 慕尤丁他一直上电视 然后秀他的英文 你说我不会讲英文 我就在电视上 秀我的英文出来 非常的流利 在记者会 他也可以说英文 所以现在大家都知道 他可以说英文 就是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也印证了这个说法 慕尤丁是城府极深 手段极高的一个人 千万不要看晓他 而慕尤丁现在拉拢了 阿兹哈的手段 归纳起来就是我之前 也有说过的 慕尤丁一直在用的 一手大棒 一手萝卜 他跟阿兹哈说 你现在也是为我打工吗 你在选委会里面 你不辞职 你就是为我打工 你就是国盟政府的公务员 既然你做公务员 我给你做更大的公务员 你有什么理由不做 你不要做我换了你 你的理想就不能够推行 所以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阿兹哈的盘算是什么 我们这里就分享给大家 我们再停一停 讲完阿兹哈了之后 我们现在停一停 然后最后就讲 我自己的分析 星期一的国会 这个换议长动议会不会通过 我喝口水 直播一个小时了 谢谢大家 有1500多人 谈老马 别谈夹头 这个是之前的直播 安华我们谈到一点罢了 有机会下个星期 看主编定什么讲题 因为我们一个小时直播 很短 只能讲一个主题 像今天的主题是国会 所以我们stick to的主题 明天我不知道 我这样子打广告 华哥会不会生气 明天我们有闲聊直播 本来说有神秘嘉宾要出来 可是因为一点问题 神秘嘉宾不来了 推迟一个小时 推迟一个礼拜 所以一个礼拜后 这个神秘嘉宾要来我家 开箱一个非常神秘的东西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推迟一个礼拜 所以明天我们应该 我的闲聊直播 就谈一下老马跟 Safi'i 还有新加坡的大选 就这样子 来我们现在看一下 大家的留言 阿勇 阿勇大哥 来晚了 不怕晚 你可以看重播 记得帮我们点赞 分享出去 现在有1500人 有没有独有要问问题 我没有看到有独有问问题 如果丁爷那么厉害 那么就不用那么怕武统了 这个是NG说的 丁爷爷他没有怕武统 反而我们现在看到 他驾驭武统 驾驭得很好 他把全数发挥得出神路化 他在拉一派打一派 你看 慕尤丁拉的是纳吉 巫统里面有三派 巫统里面有三派 跟土团里面有三派 是一样的 巫统里面有三派 有三个领头羊 有三个太羊 第一个是纳吉 纳吉的人就是 伊斯玛沙比利 伊斯玛沙比利的选区 就在纳吉旁边 他也是纳吉的捍卫者 当纳吉最低潮的时候 去法庭审讯的时候 只有50多个人去申援他 其中一个就是伊斯玛沙比利 所以伊斯玛沙比利 他可以当上武统第一号 现在在政府里面第一号人物 武统排位最高的 其实是因为纳吉的关系 所以第一个派系是纳吉派系 第一个太阳是纳吉 第二个太阳是现在的巫统主席 阿玛紮兮 他肯定是一个太阳 因为他是票选的主席 然后之前也是 纳吉的副首相 纳吉的独立主席 然后他通过票选的席力 当上了现在的主席 他是第二个太阳 第三个太阳是巫统的独立主席 马哈善深州的前大臣 他也当过主席 巫统的主席 就是当Zahid在巫统最弱的时候 身世最差的时候 一直有人跳槽的时候 Zahid他出国旅行 放手 让马哈善去做 去谈 所以马哈善他促成了 跟伊党的合作 也把局势整个扭转过来 从古选一直输 然后一直有人跳槽 连败到马哈善接受 连胜 然后跟伊党也谈成了 然后 Zahid才回来 所以有三个太阳 你看我说 慕尤丁厉害的地方 你看巫统 他们是没有直接 没有人是直接 靠火对准慕尤丁的 因为慕尤丁是现在掌握大权的 他们会去打慕尤丁的虾兵蟹将 尤其是打那些 从巫统跳槽出去 这个我刚才有说 三个仇恨 其中一个仇恨就是巫统对巫统叛将的仇恨 一定会有的 像马哈迪恨慕尤丁 像安华恨阿兹敏 是一样的道理 因为你在我最脆弱的时候 我给你好处 我养你 结果你最后插我一刀 任何人都是不能 不能接受这个情况 所以慕尤丁 非常的厉害 他拉一派打一派 你看他拉谁 他拉的是纳吉的派系 跟Zahid的派系 他把资源全部集中给纳吉 因为纳吉是巫统里面最有实力的人 纳吉的派系是最有实力的派系 所以他道路很明确 我是拉拢纳吉 所以你看纳吉这个重炮手 这个网红 对国盟政府的批评是完全没有的 非常非常的少 因为他是这个政府的既得利益者 而对第二个泰洋 Zahid 他就完全没有给他资源 但是Zahid很明显是在安抚巫统 你看Zahid一直在说好话 我们不要质疑这个政权 我们不要去抢 我们要接受巫统 现在不是最大党 不是首相 不是政府主宝的情况 这些都是Zahid说的 所以Zahid他是妥协派 为什么他是妥协派 他在没有拿到最大的利益的情况下 他有拿到一点利益 他的人也有当官 可是最大的利益是给纳吉拿去的 那为什么他会变成妥协派呢 因为他自己的案件太多了 他的案件是比纳吉还惨的 为什么 因为证据确凿 他竟然拿基金 这个是没有的好讲 我成立一个基金 这个基金是要拿来做慈善的 然后我成立这个基金 竟然去还我老婆 还我自己的卡债 去刷卡买东西 几十万来还 这个很明显是一个私信罪 非常非常明显的私信罪 所以你问我 为什么Zahid再没有得到 作为主席 作为马来西亚 一个最悠久 最强大政党的主席 他应该是一个意气风发 一个很霸气的人 为什么他现在那么唯唯说说 为什么那么妥协 为什么那么卑微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 所以慕尤丁他很厉害 记得吗 罗伯跟大棒 他给最大的罗伯给了纳吉 来拉拢这个最大的实力派 然后他小的罗伯给Zahid 然后拿棒子来威胁Zahid 你自己想清楚 你敢烦我吗 所以这两派是他拉拢的 是他政权能稳固的最主要原因 而他外放的一派是什么 是马哈萨的派系 巫统里面打着改革旗帜的那一派人 巫统里面最强最坚定说 我们跟伊党合作就能够执政的人 所以这一群人 第三个泰洋马哈萨的派系 也是最想换政府 也是最想闪电大选 因为他没有分到大棒 他没有分到罗伯 然后他也不怕大棒 慕尤丁有尝试给马哈萨 一个小小的罗伯 TNB 我没有记错好像是TNB的主席 他拒绝了 因为不匹配他的身份 他应该是做副首相的 他是武统的第二号人物 应该做副首相 应该做高级部长 应该做重要的部长的人 你只给他一个关联公司的总裁 对他是一个羞 所以他也完全拒绝 所以你看一直在抨击火力炮火最强的 说我们要解散的人 其实是第三派 但这第三派其实是在509之后才崛起的派系 马哈萨本来只是一方诸侯 只是深美兰州的人 他加入武统时间也不长 他做深美兰的大臣 我没记错也做了两届 在武统的资历也就十多二十年 他是一个上市公司的精英来加入武统 所以他的根基不强 根基不深 这也是慕尤丁外放这一派的原因 你玩不出什么厉害的东西出来 你玩不出什么大动作出来 你自己连国会议员都不是 所以这一点也体现出了慕尤丁的厉害 拉一派打一派 这是毛泽东的战术 毛泽东为什么能够赢下国共内战 把蒋介石赶出中国 让蒋介石得到一个 The man who lost China 失去中国男人 失去中国的男人 这个耻辱性的偷窃 因为毛泽东的战术非常厉害 其中一个就是拉一派打一派 他瓦解了国民党的内部势力 比如张学良 张学良就是被毛泽东的想法 毛泽东的思维给补动了 才会有西安事变 才会有抓奖 抓奖放奖这一出戏 才让国民党本来要剿灭共产党的步伐 停了下来 所以共产党传了一口气 这个是慕尤丁的厉害地方 所以慕尤丁你说他给巫统欺负 这个是不对的 刚才Annie有问到这个东西 我们扯出来讲了一下 好回答了独有的这个问题之后 有独有问Zahid 其实会被判决入狱 我告诉你 我们不能评论释放 但是 刚刚我已经说了 大棒跟罗伯 我这个案子会拖 然后很大可能 很大可能 Zahid会 DNA 或者是被 无罪释放 当然是拖到 稳定的时候 现在还不是 因为Zahid的案件太明显 比Najid的还明显 比Najid的还明显 Najid可以说是政治现金 但Zahid 你拿基金的钱 来给自己花用 你可以用什么借口 别人捐款给你的钱 给你做上市的钱 你拿来这样子做 是没有借口 所以Zahid会这么卑微 作为巫统的主席 会这么的低下 低姿态 就是这个原因 好 我们扯远了 现在1600人 谢谢大家 破了 我们记得上一次 跟龙哥一起直播 是1200人 希望我们的 新生活报的直播 可以越来越多的人 每况越上 越来越多人来看 大家也记得点赞这个直播 然后点赞我们爱生活的专业 是我们新生活报的 特别的专业 当然 每个星期五会出版 新生活报 现在改为周刊了 已经大改版 里面有政治 也有一些玄幻的 也有爱情的 也有一些算命的 灵异的 多知多彩 什么都有 所以非常值得你去买 三块多钱一份 绝对值得你去买 如果你包月 定一年的话 我记得是160块 我看新生活报的时候 它里面有个表格 是160块 可以省钱 本来好像是3块6 一份 我没记错的话 所以如果你一年份 52期只要160块 可以支持一下 现在我们的出版界 非常的艰难 在马来西亚的 纸质杂志 很多都收版了 都收批了 所以我们要去支持 这些杂志 不然杂志 周刊 报纸 都保了 那以后我们还要看什么 顺便推广一下 所以大家记得帮忙点赞 点赞专业 点赞这个直播 也分享出去 好 我们现在进入最后一个讲题 这个会比较短 就是刚才有读 有问的 也是大家最关心的 星期一的换议长 动议会不会通过 如果这个换议长 同意真的被拿出来 因为还有很多变数 议长会不会绝地反扑 把这个动议压下来 但是按照我的想法 这个议长作为前法官 很熟悉法律 他应该不会了 在任何的议会 只要有质疑议长的权威 这个动议都应该是 即刻要拿上来表决 因为他已经是 像我们说 釜底抽薪 他直接针对你的合法性 来进行质疑 你都不是一个合法的议长 你没有足够的支持 我们现在要策划你 你还按 不管是法律上 还是道德上 根据西米市议会 传承下来的原则上来看 你都是应该先 划分清楚 自己的合法性 确定自己是有资格来主持 这个会议 所以一定要先付诸投票 一定要先付诸投票 这个是我相信 议长应该也会这样子做 但是要付诸投票 还有一些程序上的事情 有一些程序上的事情 这些议长可以摆听 比如要怎样投票 是秘密投票 是拍桌子 国会可以用拍桌子 声量来通过动议的 以前国阵掌握巨大优势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是通过拍桌子 就来通过议案了 三读 一读 二读 三读 这样子通过 因为它有决定性的优势 密不密密投票 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包括要怎样去投票 这些是细节 支支支接接的东西 我们就不深入去讲 所以我直接回答独有的问题 我们不管弯摸脚 不磨能量科 独有问我 如果这个东义 真的付出投票 会不会换议长 我告诉大家 换议长的成功率 非常的大 你问我的话 我认为会换成功 因为道理很简单 西蒙根本就没有团结起来 然后立场没有摆正出来 没有摆正出来 他们有个别的发一个文告 说这个议长很好 这个议长很专业 没有必要去换 但是也就仅止于那一个文告 我们看不出他真的有想要捍卫这个议长的意愿 他们现在已经是可有可无了 现在的西蒙很可悲的说 他们的情况就是像安华自己说的 我们宁愿不要这个政权 我们放远未来三年大选 所以他们就是两手一摊 你想怎样就怎样吧 反正你都是指正 这个是你的权利 他们的想法很可悲的就是这样 也正是因为基于他们可有可无的原因 所以我说很大的原因 很大的机会是不会成功 他们不能够狙击 西蒙不会成功狙击这个换议长的东西 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然后刚才我们第二个讲题有分析到的 慕尤丁他推出阿兹 他做一场是一个非常高明的行为 他只要可以拉到一两个西蒙的议员 这个心理战只要成功 大家不要认为不会有成功的可能 你看慕尤丁他放的心理战 说我要闪电大选 这个很明显是心理战 因为闪电大选对慕尤丁是没有意义啊 可是西蒙有多少人竟然赞同慕尤丁这个心理战 跌进心理战的陷阱 所以我们不应该换 因为如果我们换的话是得意了 巫统跟伊党 我们都不能够拿回政权 那我们还努力来 所以就是有这么多被夹头的人 被低能的人 很容易就陷入了对方的心理战 而且这样子的人在西蒙里面尤其多 所以你问我我是不乐观的 我是不乐观 我觉得慕尤丁会大步跨过 然后我也直接斩钉截铁地告诉大家 如果慕尤丁跨过了这个难关 那慕尤丁的政权基本就稳固了 你只能寄望阿兹哈 像我刚才说最坏的情况出现 即便最坏的情况出现 阿兹哈真的骗慕尤丁 真的反叛慕尤丁 慕尤丁在成功换了一战之后的情况 即便阿兹哈反叉还是比现在稳固的 因为他已经有通过国会的考验 然后即便阿兹哈反叉 他可以用法律部长 用慕尤丁回教党的部长 就是掌管国会的部长 还有两个副部长来制作 这个有反新的议长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也是慕尤丁高明的地方 所以我直接回答大家 我认为通过的可能性非常之大 答案就是这样子 如果真的成功换了议长的话 我们希望阿兹哈 当然阿兹哈很可能是给慕尤丁骗的 这就是慕尤丁厉害的地方 他跟阿兹哈说 我放手给你去做改革 做议会改革 当然慕尤丁 他肯定也不会做得太粗脸 他会放一些权力给阿兹哈去做 可是真正触动到他利益的会影响到他自己的 他肯定也不会让阿兹哈去做 所以慕尤丁肯定 有开条件给阿兹哈 而我可以告诉大家 他开的条件就是 既然你都是为我当官 我现在给你更大的官 然后给你全力去做改革 只要你不管 阿兹哈很可能就是这样子给他骗军 所以政治就是这样子 耳鱼我诈 你看我说阿兹哈可能会变慕尤丁 慕尤丁也极大 极大的可能性是骗阿兹哈的 只要先度过这个难关 所以整个情况就是这样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夹头党可能赞成票策划 如果这个投票是秘密投票 我相信应该会以秘密投票的方式来进行 或者是举手投票 不可能用声浪的 用秘密投票 变数就会大一些 变数就会大一些 因为你不知道谁反你谁不反你 但是秘密投票的优势 是在慕尤丁的这一点 因为很简单 如果我不能过 那就是你巫统一党 完也100% 所以你就会出现 我刚才第一个讲题 你逼我慕尤丁 我一直说慕尤丁 他折中方案推出这个议长人选 其实你看 即便换议长的动议没有通过 肯定慕尤丁是威望大者 他需要来闪电大选 需要去进建元首 因为他的动议没有被通过 这是对他的威望很大的打击 足以大到打击他的执政和法性 可是他毕竟还是不是不信任东一 所以不是法律上一定要他去这样子做 所以他还有一些空间可以操弄 当他知道 巫统一党在背后插他刀的时候 他可以进行反扑 他的反扑是回去找马哈迪 去求马哈迪 或者是回去找安华 都可以 反正你们都这样子背叛我了 我还跟你讲什么情谊 政治就是这样子 没有情谊 没有不可信任 有的只有是利益 所以为什么我说 秘密投票对慕尤丁是有利的 因为 如果慕尤丁不能通过 他就知道你们武统是完颜 不管是谁完颜 你们都是拉倒 既然你们要拉倒 我就用拉倒的方式来应对你们 我不会给你们面 但是对西蒙而言 他们可以 不是我投的 一两票跟阿兹哈有个人关系好的 可能觉得阿兹哈这个人也不错 结果换议长通过了 这些投票的人 他们可以说不是我投的 不是我投的 大家都不承认 那你可以怎样 有100多个国会议员 甚至他们可以直接推给 你看是沙比一投的 你看是马哈迪投的 我们西蒙 我公正党铁板一块 我一个人都没有跑票 而且不要忘了 在西蒙里面 有十来个 还有八位 是有去西莱登酒店 然后没有跳槽 七位或八位 比如Maria Chin 比如Xavier 比如 还有谁 八位 总之 去西莱登酒店 有18位 后来跳槽的是十位 然后 加巴鲁比安 一位没有跳过去 可是也离开了 所以是十一位 朱卡木样是没有去西莱登的 所以还有七八位 是在公正党里面 是妥妥的安华支持者 包括钟绍云 包括这些 都是阿兹敏的支持者 所以这些人他们投了 他们可以说我没有投 我跟着党的指示来投 因为有党编制度 你没有遵从党的 议决去投的话 你肯定会被对付的 所以秘密投票 绝对是对目有丁有利的 就看到时是怎样一种形式来进行 这个我无法预测 因为政治是不能被预测的 可能议长被抬出去也可以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抨击的 你西蒙做政府 为什么没有做好议会改革 没有把权力交回给议长 这个我很早就说 我一直在写文章说 西蒙你必须做这个改革 必须把总检察长的权力分割 必须让议会鼓励 现在的情况是 议会保安 议会清洁打扫的人员 议会的cafetoria 全部都是政府在管 法律部长的范畴之下在管 所以这些人 你可能会听命于议长 所以才会出现议长被抬出去 像霹雳州议长被包围 这样子可笑荒唐的情况出现 你可以怪谁 你自己掌握大权的时候 你没有进行这些改革 没有把权力分割出去 你现在才来后悔莫及 是没有用的 所以绝对要了解到这一点 当然有些西蒙的支持者 夹头的支持者 他会说 西蒙如果要给议会独立住主 他要修宪 他说西蒙都没有足够的人选 你要怎样他修宪 这个就是bullshit bullshit中的bullshit 废话来的 胡乱为自己支持的政党来找理由 我问一个问题就可以了 把合法投票年龄降低到18岁 为什么这个要修宪的 可以全票通过 因为它是一个合理的东西 不是立了你执政党的事情 我们一定支持啊 我作为乌统一党 我在在野党 你主动做对我们好 或者是对我们有利的事情 我哪里可能不支持 所以你说换议长 乌统一党 不是换议长 让议会独立 乌统一党会不支持 这个是谎言中的谎言 你在自我催眠 你在为你的执政 你支持的政党找借口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当时执政的 是西蒙 几时可以换政府 乌统一党 心里是没有底的 区块也要三年后 他们也不知道 能这样子夺权 所以你执政党 主动削弱自己的权力 让议长独立 而不是给政府操控 他们有什么理由不支持呢 就是这么简单 同样的选区拨款要平衡 你可以立法 不管是在野党 执政党 选区拨款要一样多 而且要有固定的选区拨款 不能只给你执政党议员 这个是以前国盟 国政时代一直被勾病 西蒙时代也没有改 西蒙如果你改 你主动要给在野党钱 每个选区都30万一样多 国政那时 伊斯兰党有可能会不同意吗 绝对不可能 你要送钱给我 为什么要不同意 一定会权调通过 所以不要再为你的政党找借口 你如果爱这个政党 你对他做的错事 对他做的不应该的事情 就应该强烈的抨击 而不是孤西洋间 所以西蒙现在会丢掉政权 还有很多人在这样子孤西洋间 在纵容他们说 不要政权的这些 这是很可悲的 好我们今晚也讲了一些额外的 我们就讲到这里吧 我要找华哥一下 叫他把直播关了 在那之前先再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记得点赞我们的爱生活的专业 支持我们的新生活报 然后把这个直播转发出去 让更多的人看到 好谢谢大家 我们今晚就讲到这里 下个星期五同样时间九点 下个星期五龙哥应该会回来的 同样时间晚上九点 在爱生活的专业 跟我翱翔天气的专业 我不知道龙哥的专业有 龙哥自己的脸书有没有直播 但是我们两个是会一起直播的 好我们这个星期就讲到这里 大家下星期见 然后明天有我自己的闲聊喝酒直播 在家跟大家聊聊天 晚上十点 有兴趣的独有也可以来看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支持 现在还有1500人 非常的谢谢 大家晚安 希望大家今晚有个好梦 好面